詞詞曲 李宗盈 Lorcan 曲名作詞 李宗盈 Lorcan 曲名 Media 作曲名 同樣的一扇 同樣的笑言 和你手拉手轉圈圈 吻我的脸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系了我的胶件 请问鲜花和试验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爱 拥抱给的温暖 可不可以 也听到永远 你看我这样改行不行啊 我看着可以吧 康总 郭导 你们都在啊 这要有什么事吗 苏老师 先坐吧 陈瑞 目前项目的资金链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段时间内可能无法弥补 这部电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血 所以我想在这个剧本里面 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孙老师 全组只有你最了解剧本 只要能够在保证 不损失剧作卖点的前提下 把费钱的 需要单独搭建的大场景替换 我就有办法控制成本 完成拍摄 可是这个 我之前都没有做过呀 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这个你放心 如果出问题 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另外我会和郭导 一起配合你 那既然大家愿意相信我 我就试试吧 那后续 我会配合苏老师 郭导一起去改剧本 也希望大家能够 做好自己的准备 韩小姐 找我们 你们来了 快请坐 打扰二位了 关于这场戏的情感变化呢 我想跟二位确认一下 好啊 女配与童呢 暗恋男主凌峰 在明知道男主和女主 互相喜欢的情况下 还是想向男主告白 不料被女主听到了后面几句 让女主感受到了双重的打击和背叛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关于女主的心理状态 我还是找不到感觉 那我来跟韩小姐说吧 这样吧 我觉得我们就按照剧本里演一遍吧 简安 你演雨童 康总 你演凌峰 也好 我写东西呢 本来也有代入角色表演的习惯 那我们就开始吧 等我们对完台词之后 韩小姐再出现 好好啊 那我们现在开始 好 康总 我们走一段 好 开始吧 好 雨童 你怎么在这儿 我 专程来等你的 我一直很感谢 这段时间你对我的照顾 你知不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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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 一直有个喜欢的人 我知道我不该对你的 喂 简安 但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无法控制我自己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也许 也许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我会更早遇见你 我们 无法整容时间 但可以把握未来 未来 所有人都有光明而自由的未来 哎 这个动作好 男主啊 本来就把雨童当成是妹妹 我得赶紧记起来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感觉了 简安 康总 你们俩的演技真的是太好了 那我们晚上继续聊后面修给她戏 好 喂 薄言 你刚才在做什么 刚才 刚才在对剧本 你都不知道 这几天剧组的投资出现了问题 那正好 你现在立刻回来 不过现在已经解决了 我跟康总啊 这几天正在拼命地改剧本 你怎么样啊 你和康瑞城什么时候变那么熟的 薄言 你怎么了 简安 如果你真想参与剧组工作的话 你现在回来 我帮你建筑 我要你当总编剧 我都已经说了多少次了 我的工作不需要你来安排 你都不知道现在剧组同事为了这个项目 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怎么在你的口中就像过家家似的 总之 我是不会走的 我会一直跟到这个项目拍摄结束 不行 你现在立刻回来 我刚才说的话你有没有在听啊 真是烦人 喂 我刚才说话 我刚才就把你帮回去 我自己 我自己不去 你只不愿意 我自己不去 你只会这样 你只不去 我只不去 你只是在家众里面 我自己去 不去 你只不去 是不是我最近 给大家的压力太大了 没有 孙老师 能够跟你合作是我的荣幸 像你这样能拼能耳的女孩 已经很少见了 我只是希望 将来能有自己的事业 不依靠别人 也能活得很精彩 我相信 你可以的 对了 上次你给我包扎的发带 我已经写干净了 放给你 你还留着呀 你不用了 还是无归远处的好 那个 我自己来吧 就当是还礼了 当时你给我伤口包扎的时候 我也没有拒绝你 考虑条 你 陆飞 你疯了吗 陆总 你误会了 你给我闭嘴 给我走 卢伯爷 你放开我 你松手 刚刚那样就是你说要留下来工作的原因是不是 我留下来工作有错吗 工作 找灵感 如果不是被我撞见 你会不会主动告诉我 你这个就是在断章取义 他只是来还我发带而已 还发带 那我还得谢谢他是吗 好啊 我问你 如果时间能倒了 你是不是希望更早遇见他 陆飞 你在胡说什么呀 你闹够了没有啊 你现在必须跟我回家 你凭什么管我呀 我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事业 这个电影我必须完成 和考虑条一起是不是 我要跟谁完成跟你有关系吗 我不是你的附属品 也不需要你把我的梦想当白菜一样的去施舍 你怎么就不懂得尊重人呢 陆薄言 我一直以为你改变了 没有想到你还是跟从前一样 一直都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大骗子 我怎么能那么傻 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你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何为期到 你就废宿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康总对不起啊 是我连累你了 你不用自责 也怪我没有说清楚 你没事吧 小伤 不碍事 今天的事情十分抱歉 道歉的人应该是我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向罗总解释 不用了 康总 我想先回去休息了 你知道有一个 关于摩天轮的传说吗 猎人是不能做摩天轮的 不然他们就会分手 又不是 是真的 除非在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他们接完你 就不会分开 美丽的女士 我有幸要你跳一支舞吗 不要怕我踩到你哦 踩到我脚上来 现在跟着我跳就行了 好吗 我也不想谈起手 是给你我愿意的 是用热闹乱音的 我愿意的 你不需要 是什么 你不需要 是用热闹乱的 我 好 多多迹 你怎樣 少了你喜不习惯 要怎样才翻转上眼不离散 因为你早已成我生命中 最最难舍的依赖 整整的是纪念陪 深深的喜欢 请进 陆总 您昨天没有回家 我把早饭和您的胃药给带来了 放这就行了 谢谢 陆总 来 先喝药吧 还热着呢 趁热喝 你喝 我就喝呀 不喝 陆总 陆太太出差之前呀 还特意给我交代过 一定监督您把药给喝了 输了 输了不喝 你再走吧 你要记得吃饭啊 我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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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天早点回去休息吧 没关系的 您放心吧 我不会影响到我工作的 你现在状态明显不佳 这几天我让晶晶小米帮你修改剧本 放心吧 那好吧 谢谢康总 宋宇啊 你跟了康总多少年了 康总他对你怎么样 从瑞金集团成立到现在 康总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过我 对我有在造之恩 我也是 谢谢 谢谢康小姐 我 在离开路市最没落的时候 也是康总他向我伸出了援手 你有没有觉得 康总他最近的状态有点奇怪啊 他前段时间的状态 时好时坏 已经很多年没见他这样了 不过 最近又看他开心了不少 康总他是不是一直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啊 我看他手里面经常拿着一本画册 嗯 是 他是一直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 但是好像已经很多年没见了 关于感情的事嘛 康总也很少跟我讲 康总这个人啊 做生意是个好手 但对于感情 懦弱了一点 康总最近的状态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遇到了那个女孩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就是苏简安 他被迫嫁给了陆薄言 是被迫的 过得挺不快乐的 康总得知后呢 也不敢表达 只能默默地在剧组处处关心 这事被陆薄言知道后 就对康总他大打出手 但是康总为了苏简安 被打了也只能目不作声 什么 陆薄言他敢动康总 你先别激动 冷静 康总呢 他一直带我不包 你又是康总身边最亲近的人 所以我才叫你过来 咱俩一起商量下 怎么能帮一下康总 好能从陆薄言手里 把他最心爱的女人给迎回来 只要对康总好的事情 我都可以考虑 这就对了 这是我特意去路口那家小店给你买的 都是你爱吃的 来 尝一口 乖宝宝 简安 你这样整天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 对啊简安 你就吃一点吧 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胃口 你们去忙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苏简安 你今天必须给我吃一口 来 张嘴 没用的 我饭放这儿了 你一会儿一定吃啊 记得啊 太吵什么气啊 帮简安想想办法啊 不是有句话说吗 忘记旧爱最好的方式 就是另寻新欢嘛 你以为谁都像你啊 估计陆组那边 肯定也不好过 你整天和那个卖内衣的胖女孩苏简安 在一起打打闹闹 难不成真的要和她做朋友吗 没人喜欢跟一个胖女孩做朋友 原来陆不印之前都是在逗她呀 当然了 谁会愿意和一个家里卖内衣的胖牙都做朋友 陆薄言你在干嘛 你的声音都被广播传出去了 苏简安 我有话要跟你说 陆薄言 你这个大骗子 我永远不会相信你了 永远不会 永远不会 陆薄言 我一直以为你改变了 没有想到你还是跟从前一样 我一直都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大骗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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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陆总 您今天别住公司了 回家住吧 没事 对了 你明天会议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您放心 要不 陆总我今天晚上陪你一起住 不用了 这场戏的硬直入 会影响后期主角情感高光时刻的效果 不如以前的感觉好 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好的 康总 那我们回去先改一下 进 康总 剧组收工了 这两天拍摄都挺顺利 苏小姐 这两天怎么样 听洛小夕说 她一直把自己闷在屋子里 一直都没有出门 饭也没怎么吃 康总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最近没有去片场 天天闷在这小屋子里 这样度假四季可不合 谢谢我很好 苏小师剧本写得好 但却不善于撒谎 给你带了吃的 给你带了吃的 谢谢 好 醒醒吧 你的伤怎么样了 自从遇见了你 我发现我自己经常受伤 跟你开个玩笑 像这样的小事 以后不许放在心上 倒是你 应该多关心关心自己 耽误工作的事情 真的是很抱歉 你不用对我说抱歉 应该对你自己说声抱歉 我刚刚创卖瑞金集团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女孩 她神奇般的出现 已经有了 自己吃晚餐了 难免 你不用对我 我一直面对 我们暂时 我还是怎么确定 要不够 有阵子 得真 既然 你不借得 我们 无应该 爱 咱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haha 简安 找你半天了 你一个人坐着怎么不叫我们呀 对啊 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 姬二开 去给我买杯水 都快渴死了 我不要 睡 我走了 想他了吧 我也不知道 你少装了 陆总呢虽然人霸道了点 但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他那有什么优点 宠老婆呀 这天底下呀 我觉得最宠老婆的就是他 虽然呢有的时候 他的爱和给予呢 有些过了 这也恰恰说明 你在他心中的重要性 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吧 简安 前些日子呢 你把自己封闭起来 靠工作来麻痹自己 想要让自己忘掉它 可事实证明 你根本就忘不掉啊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自从你和陆薇言在一起之后 面对感情你不再自卑了 你变得勇敢起来了 你有想过 这些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说明你爱他呀 感情的事情是不能说谎的 你可以有自己对工作的追求 他也可以有爱你的方式 两个人要在一起收获一辈子的 出了矛盾 你不沟通怎么能行呢 不是吗 可是 他的脾气是不会变的 都过了这么久了 你给他打个电话 听听他的声音 看看他的想法 说不定啊 他现在都想死你了 你会想死你了 他说我 我认为你 我去看她 你会这样的意思吗 对我说我 你不想死你了 我看她 他肯定想死你了 你会这样的意思吗 喂 简安 明天下午看警的事 别忘了啊 好的 康总 我记得 那明天见 谢谢你啊 小夕 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好 这张图就是陆氏集团各项收益的百分比 我们的实体营销收益比去年提升了百分之四十二 而我们的文艺网站比去年同度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七 而最终的金融收益也比去年提升了百分之五十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 我们主要把重点放在我们的文艺网站产业上 因为这是我们近几年来最有优势的产业 我希望各位可以重点重视一下 陆总 你看还有什么指示吗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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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问题了 今天婚姻就先到这儿吧 散会 陆总怎么走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这是 散会吧 陆总 有什么事就说吧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不想你 这是我和简安之间的事 我自己会处理的 你现在这个状态怎么处理 陆总 你以前那么的冷酷 自从你见到苏小姐以后 你变得那么温柔 连我都能感受到你有多爱她 可你爱她的方式 怎么那么自以为是啊 你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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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想象她所需要的 你根本就是在害怕吧 你害怕失去 害怕竞争 就拼命地过分其余 陆总 你就那么的没有自信吗 还是说你在这份感情里 根本就是自卑的 所有人都觉得你陆薄言 是个商业天才 做投资从来都不失手 可在看机上呢 你为什么就那么的畏首畏畏 就算你有心结 你为什么不敢说出来 你为什么不敢大声地说出来 就算你说错了 做错了没关系 那只能证明你有多爱她 在商场你是赢家 可在感情里面 你就是一个辱子 包装 一次券 engine 你能让我再问我 就算公司wnie 您自己看着笨 雨传 帮我顶明天的行程吧 去哪儿 找老婆 我 拖下大人的外套 只想找到你依靠借我孩子的笑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曲线就像一秒 你剧本的出稿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受到 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偶尔的吵吵闹闹 隔夜还又少 你剧本的忠告 是和我一起老 警告所有的烦恼 别来做热闹 没有谁能退老 想对你一起靠 不变得老老叨叨 只需你来找 不变得老 是什么 散开 不变得老 又没有失踪 用教会 想要不要 本身的电话 我可以用